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焦點的親朋好友們大家好 我今天第一次來焦點 所以我被當成焦點這件事 我現在還不太習慣這樣子 然後我今天是要來講 暖心空跟偏鄉藝術教育 然後因為偏鄉的部分比較在後面 所以我先針對藝術教育 怎麼樣從藝術教育入門這塊來講 然後大家可以叫我盧盧 我現在還是在念那個美術系研究所 我還沒喜歡入文 然後就是剛才跟Martino說的一樣 我跟他一起在做暖心空這個藝術平台 然後現在畫面上看到的是我 然後這邊是我們在省計新春的空間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在會視我們一個牆面 就是畫了一個星空牆 所以大家有時間可以來找我們一起玩 然後一起喝咖啡這樣 那先看到這張照片 是一隻狗狗跟刷子 就是大家可以花個時間 冥想一下也不用太久 因為我也只有九分鐘 就是想一下你所認知的藝術是什麼 對 通常第一個人就是如果不認識的 然後知道說你是念美術系的 哇你好厲害喔你會畫畫 他真的在講 然後第二句就會說我真的沒有天分 我不會畫畫什麼什麼 可是我自己覺得每個人都有他的天賦所在 所以其實不用覺得說自己不會畫畫 不會做什麼 只要你願意開始從事這件事情 或是找到一個對的人 在對的時間就能教會你 怎麼樣拿刷子 就是你看就算是狗也可以當藝術家 現在不是也有什麼大象藝術家嗎 就是北周的大象就是 欸他很會畫畫 然後就開始賣他的作品這樣子 看連大象都可以當藝術家 你不會比大象還要差這樣子 真的不需要這樣想 不用覺得藝術很遙遠 所以我就找了網路上之前很常就是流行 就是什麼什麼你所認知的什麼什麼什麼 所以這個時候就來打破一下迷思 就是第一張圖在右上角 大家的左上角 朋友覺得我在做什麼 然後打破一下迷思 就是大家如果只要問到就是 人體會畫課程 只要不懂 因為大家對這件事情沒有認知沒有了解 所以就會特別興奮 然後就會很多幻想 可是實際上呢 就是我們在上人體會畫課的時候 也沒有太多的時間就是去欣賞就是 就是模特兒 其實老師就說等一下半小時後就要教了 大家就拿起筆就開始畫 我記得我第一堂課就是這樣子 就是哇九頭生美女皮膚很白皙 然後就是老師說等一下就要教了 然後我們就開始在畫 就是其實一直在練功 也沒有大家想像的就是這麼美好 或是大家有很多錯誤的認知 其實這是一個認識人體構造 然後就是培養自己基礎的開始 然後媽媽覺得我在做什麼 我媽媽一直覺得我自在就是騙小孩 就是跟小孩玩 可是其實我覺得要會騙小孩 要會跟小孩玩 這也是一個很深的功夫 這個我們後面會來講一下 然後爸爸覺得我在做什麼呢 會覺得我很窮困 對就是在美術系的生活 其實會發生很多很有趣的事 然後一開始呢我不是本科班的 所以呢我需要在 我是嘉義的小孩 所以我需要就是求學 就是找很多畫室啊 然後找很多老師 可是路途其實一直不順遂 對就是有一些老師其實他們有 他們自己的規劃或是想法 然後就會突然說 欸我這個班要收起來 然後這啊我又要換老師了 然後可能有一個老師印象我最深是 他就是身體一直很不好 然後他說他以前就是那種 那種饅頭鄉下的小孩 然後第一次進京趕考的時候 就是帶著一個饅頭 然後要來畫素描 然後我就說老師這饅頭要怎麼畫素描 他說饅頭要放到完全風乾啊 然後整個沒有水分之後 然後就是拿來當那個探筆的軟差 然後我說哇老師你真的很辛苦這樣子 然後然後那時候我就對偏鄉這件事情 我就開始覺得說 哇他們資源沒有 可是現在老師也是變成這樣 然後他也是教導我說 要把自己的所學或是別人給你的恩惠 就是再繼續傳授下去 所以我覺得老師真的很厲害 然後其實其實美術系的學生 比較常就是在一些畫材上面的花費很多 所以可能會變成就是一群人走在路上 然後突然有一個人撿起一顆石頭 就說我覺得這顆石頭可以拿來畫交材 我們把它磨成什麼 就是會變成我們對材料會有很多發想 就是雖然外表的人看起來都不知道這些人 到底在幹什麼很窮困 可是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養成 就是我們對很多素材的認知上是非常的快速 可以了解的很快 然後下面就是社會大眾就是有誤差認知嗎 就是會覺得說藝術分子都不知道在想什麼 然後我們每個人都想當畢卡索 可是不一定每個人可以成為畢卡索 對然後實際上就是對我也做過很多事情 我在從事藝術教育前就是做了餐廳 然後做了很多我現在也做戲劇工作 反正就是什麼工作我都會碰 然後藝術教育的開端呢 我要跟大家講的是從一台摩托車開始 並不是說多麼有 剩三分了嗎?好可怕 並不是說多麼有什麼 熱誠啊叫進環島教學什麼的 只是因為我第一份工作 就是有人要面試我 然後那時候我才大一 然後我想說我沒有從事過教育 就是藝術教育這件事 然後那是一個補習班 他們在找藝術教育的老師 然後我就去面試了 然後我騎著小五十騎到了太平 然後他就問我說你會寫教案嗎? 我不會 可是我說我會 然後說好那你可以生一個禮拜教案給我 然後我說好OK沒問題 然後說那我們之後會有二十個人班 然後什麼什麼什麼 我們之後怎麼抽什麼抽什麼的 聽起來就是很商業的手法 然後其實也沒有讓學生有多少的 就是可以balance他的生活支出 我想說嗯好 我不會 可是我試試看 然後我騎車回去之後 那天我的車壞了 我修了兩千塊 然後我想說我吃飯的工具已經壞了 然後我想說不行 這不是這個拍機 這是個壞的兆頭 所以我想說那我不要接這個工作了 我應該從別的事情開始做 我要從基層開始做起 所以我就拒絕了那件事情 我覺得我應該從一些 比較基礎的畫室的教學 所以我就去應徵的 屬其的那個美術老師的缺額 然後其實那個老師就是真的 對我非常的實勁的超 就是從早上開始做教案 可能做十個教案 下午開始教學 然後教到晚上九點 就是整個兩個暑假 只整個兩個月 然後OK那我開始會藝術教學了 那我就開始去深入很多觸角 然後我覺得這個過程有點像打地機 可是其實有點像是你在做工人的時候 然後偷偷的在看工班主任在做什麼 就是我在做行政櫃台的時候 其實我是在偷看畫室老師 他們的內容在幹什麼 然後就偷問一點偷學一點 然後知道一些小撇步這樣 所以我就做過很多 我之後還去做了彩妝 可能就是交彩妝 因為我想說這個入門超快的 我就覺得還好 然後可能去廟口教老人家畫字畫像 然後還去 反正真的太多了 然後因為時間快來不及了 所以我之後呢 還舉辦了無差別繪畫 就是只要你想要畫畫 只要你有空間 然後那個學費是隨喜的 你覺得這堂課要給我多少 就給我多少 然後我們就開始做無差別繪畫 就其實不分年齡不分美財 也不分時間地點 然後就開始做繪畫 然後我覺得做藝術教育最好玩的一件事就是 知道每一個小孩或是每一個大人 或是他們 他們自己的能力 或是他們的個性 然後去處理他們的問題 像右邊這個小女生 那就是非常的軟趴趴型的那種小孩 然後我就會就是旁敲側擊 知道他一些興趣 然後讓他從繪畫中得到一些快樂 然後這個爆炸的小孩呢 他真的非常爆炸 那所以我就請他來做想像力的一些聯想 然後做一些比較爆炸性的構圖什麼 其實他之後就是 我覺得最有成就感的事情是 他們說他們覺得畫畫很好玩 或是他們在畫畫的時候很快樂的那個過程 然後這個就是另外一個五超圓畫就是 他要畫他母親的就是自畫像 小像 說說他母親的小像 然後就是就是在母親節的時候 在凌晨五點偷偷掛在走廊 然後給媽媽一個驚喜 媽媽真的有點嚇到說 欸這有點不像我啊 真的滿驚喜的這樣 可是其實這幅樹苗 我們大概畫了四個小時這麼久 不好意思 所以大家呢 可以想一下 你想要成為什麼樣子 每個人呢 都在自己的工作領域上 都有自己的天賦 然後你想成為什麼樣子 像是范果 他是我自己覺得 他是真的很認真用生命在做繪畫這件事 然後我跟別人講說 你不要以為范果只會畫圈圈 他還會做很多事情 他真的很認真很勤奮這樣 然後現在就可以講到 因為我裡面契合呢 這件事情可以導致夥伴的相遇 所以呢 在一場特音會的電梯的門口 我遇到了Valentino 然後那時候我們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就聊了起來 然後他說 他最近想做藝術偏鄉的東西 就是在偏鄉的國小 然後教他們藝術 可是他那時候 還沒有想說藝術課程要做什麼 所以他想說 我就教他們畫小畫家好了 然後想說 我也蠻想做藝術偏鄉的東西 因為我那時候自己的想法是 騎著一台摩托車 然後帶著就是畫具啊 或是顏料啊 然後去聯絡各個小學 然後就是確定時間的就是環島 就是藝術教育這樣子 可是這件事還沒有實行啦 或是開著一台車 然後到偏鄉 就是有點像行動的會畫車那種感覺 所以呢 等你找到你一眼契合的夥伴呢 你們就可以搭上那一台龍貓公車 一起創立一個新的世界 這個是我們就是剛剛說的那個空間 就是暖星空 然後我們現在在做偏鄉藝術教育呢 第一個個案是龍景區的龍金國小 就是你騎向上路 你騎到已經不知道是哪一段的時候就會到了 這是他們上課的過程 然後其實我們之後呢 會把他的作品做成商品化 所以其實這件事情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就是我會有點猶豫說 到底是要讓他們就是保留商品化的特色 還是要保留個人的特色 最後呢 我從中折中了一件事就是 讓他們自己發想出他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這堂課呢 是第一堂課 然後我除了 因為我有在戲就是做教學 戲劇教學或是做一些就是學習 所以呢 我除了讓他們動腦之外 動手之外呢 我還會就是配合一些小小的短劇演出 然後讓他們就是融入那個課程 然後讓他們了解就是怎麼樣跟別人分享自己的東西 或是去做一些 做一些調整 就是比如說有些小朋友上台會扭扭捏捏 我就說別人看到你這樣子像某某種 你不會覺得很奇怪嗎 他說對耶 然後他就會站著直直的 然後好好的跟別人說自己畫的東西是什麼 然後就是他們做一些創作 這邊是那個 我的妖怪好朋友 因為大家都會畫什麼萬聖節啊南瓜什麼的 我說為什麼中國人對自己的妖怪節 然後我就說 我們今天來畫我的妖怪好朋友 他們自己幻想出自己的妖怪好朋友這樣 然後這是因應今年的猴年 然後讓他們的猴子可以提燈籠這樣子 然後這個其實都是他們自己構圖 因為有20個小朋友 然後他們他們就是 憑著自己的想像力 然後這個他就構圖一個 有點像引遊詩人的感覺 我真的覺得還蠻驚豔的 對然後就是希望呢未來呢 大家就是能有共同理念的人 能乘著同一艘船 然後在同一片星空下可以繼續閃耀 然後這邊就是我們的一些就是活動的志工啊 然後就是或是支持我們裡面 一起來幫我們建設空間 還有實習店長的計畫的實習店長們 然後謝謝大家聆聽 如果有相關問題可以再繼續問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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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